嗨,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下班早拐到烹飞店买了一些做蛋挞的材料 今天准备自己学做蛋挞 看看是否能成功了 然后人家上面说了 炊牛奶100克 然后还有蛋奶油有了 白砂糖有了 炼乳没有 然后鸡蛋一个蛋黄一个 这都弄俩鸡蛋都行了 然后蛋挞皮10到12个 好,准备食材开始了 然后开始操作 现在准备开始 先打鸡蛋 看能不能做成功 小莫同学一直想吃我的蛋挞 都没吃事 上一次光看我的姐姐做了 我没亲自下手 现在这一次我亲自下手 看看怎么样 先打鸡蛋 把鸡蛋打碎 还需要称重呢 称重我没有称 就这吧 先把鸡蛋打碎 把鸡蛋打成这样以后 放一点糖进来 然后继续打 打成这样以后 就这种肥 这种之后 开始放纯牛奶 这是230克 放100克就行了 100克放一半就行了 放点纯牛奶 放点淡奶油 好了 继继续嚼起来 纯奶的味道 再放点淡奶油 放点淡奶油 再放点糖吧 好继续打 好了 鸡蛋打 已经过滤了6倍 现在把蛋打 壳摆上 这是今天 我班上的同事 她一个姐妹 就在这烘焙上班了 然后给她送了 顺便 你让她给我带着点 二哥好 现在一个一个把它灌进去 不要灌太满 一会儿容易溢出来 天爷 我打得多了 我觉得 不要弄太满 天爷 这明明都是在增肥好吗 这船都是营养 晚上就不适合做这个 妈妈 就是想流口水了呢 可能这就是12个的量 我觉得 不要浪费 我这香不香 奶香奶香的 哇 嗯 天爷 妈妈 再来一波 要一会儿 这也贴多了 就是人多适合吃着 咱俩这吃到啥时候啊 吃一回就吃伤了 妈 你那在哪俩能差不多过 往里面加呗 在哪俩吧 现在我们要上锅蒸咯 好了 完美给大家看一下 放两个铺 放两个铺 要是好吃吗 好吃啊 香 就放两个吧 一个 两个 放到中层是不是 嗯 把这架子拿了 不行 你把头发放到上面 也不掉下来了 他 他让他不是正好的吗 你试试试 他俩是正好的吗 哇塞我弄了叶有点多了 这是中层不 嗯 正好的 把它关上 插电 调200度 先调180吧 先调到180 19吧 你要说调180 如果糊了都那个啥 25分钟 咱先弄20分钟 好等着吧 20分钟之后 我问能不能看 看一下 等着成果哈 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看 闻到香味了吗 妈妈 嗯 赶快好了 应该哈 每次烤的翻炒 30分钟 哇 溜口水 快点好吧 已经熟了吗 熟了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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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第一回做 妈你慢点慢点哈 让他在里边 弄一下 给看一下吧 能看见吗 小孟同学 看我做成功吗 看着还有食欲 一会儿尝一口 看看怎么样哈 如何 看我妈这啥反应 妈妈好好吃 我家里面可好吃 嗯 真的好吃 看我妈这个反应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嗯 我妈 我做个蛋挞 全家人都知道了 我这天爷 烤箱烤的 烤箱烤的 嗯 好吃 烤箱烤的 真的好吃 好吃 好吃 嗯 嗯 再看一下 嗯 看到没 超级超级嫩 想要调成的啊 抠个衣 回来我把 抠个衣